现在有的男人他们有时候说话一点都不注意分寸 每当他们说出一句话时就会让很多女人感觉到反感 从而也会导致他们身边根本就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去接近他 可此时的男人他们却不知道问题究竟出现在哪里 所以在此小编告诉那些男人们 在和女人聊天的时候一定不要去触碰到女生几大齐穴 往往就是因为你的一句玩笑话 从而导致那个女人对你怀恨在心 一不要说女人的长相 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人他们因为有很多空闲的时间 所以在和女人聊天的时候 有口无心就把一句玩笑话给说出来 经常会说这个女人长得怎么样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往往就是因为他们这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语 从而导致一个女人恨她一辈子 因为我们都知道女人的长相在女人看来是最重要的地方 很多女人因为自己长得很丑 所以从小就产生了一种自卑的心理 事到如今男人还整天去说 那个女人她长得怎么样怎么样 时间久了 不管一个女人内心的承受压力有多大 总有一天也会爆发出自己的脾气 然后和这个男人四分五裂 女人曾经的过往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她们心中都有一段不可提起的往事 都说往事不堪回首 所以很多男人 他们因为和女人待在一起时间久了 觉得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也非常的要好 于是就回去问女人 她之前和几个男人有所接触 并且在和男人接触的同时 心中在想着什么 当男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女人绝对会拉着脸 并且不愿意和这个男人多说一句话 而且像这种男人 他们智商真的是为零 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讨一个女人的欢心 女人不管她曾经是什么样子 只要现在一心一意对你 那么你也就没有必要一直揪着她的过去不放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人 如果你一味的去让女人说出她曾经的过往 那么最后的结局 一定是那个女人选择离开你 从此以后不会和你有任何的联系 三 女人的家庭 都说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狗窝 不管当初女人有多么叛逆 可是到如今 她也会时不时的抽出时间 回自己的娘家看望二位老人 因为女人知道天大地大 都没有父母的养育之情大 所以她会尽自己的孝心 去回报自己的亲生父母 而此时的男人 他们整天在家里面 因为没有什么成就 只知道在女人面前去评价她的家庭 以及她的父母 可正是因为他们这些话语 触碰到女人的底线 从而也会让女人离她越来越远 像这种男人 他们自己不孝顺 却还在指使女人不孝顺她的父母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有很多男人 他们年纪都很大 却一直打着光棍的原因之一 四 太小气 都说男人都是大男子主义 不管他们是结过婚 还是没结完婚 只要和女人在聊天的时候 都会把男人最狠的音乐显示出来 可他们却不知道 正是因为自己这一个小小的举动 就会伤害到很多人 有的时候男人在和女人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们觉得女人说的没有一定的道理 于是他们就一直和那个女人去说道理 即使这个男人再把面子给赠回来了 可是他的爱情却丢失了 所以在此小编劝告那些男人们 永远不要把面子当饭吃 难道面子比一个你心爱的女人还重要吗 这些正是现在很多男人 在结完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结束了 那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 以上就是女人的四大死穴 男人千万不要去触碰这些事情 在女人心目当中已经藏了好久 不管她有多么爱你 都不会把这些秘密给说出去的 所以你也不要一直怀着好奇的心 去一直逼问她 我们都知道 强迫来的爱是不会幸福的 即使有一天女人在你的逼问下 把这些事情统统告诉了你 可是事后她一定会从你的世界当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因为女人在那一刻对你的心就已经死了 她再也不会对你抱有任何的希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